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每每看到有人炫耀自己的儿子考进了名校 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 在关心孩子的成绩时 有没有了解一下他们在想些什么呢 有没有问过他们最近在干什么呢 校园暴力时有发生 不应该忽略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剧情承接上一步 因为破获了阿梅的失踪案 大卫和同事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还举办了庆功会 另外还直接给大卫派了一个助手 但是大卫似乎不喜欢这样的场合 也许只有破案才是他最大的乐趣 他就走到外面抽根烟透透气 这时一个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 请求他帮忙调查一个20年前的悬案 大卫就没当回事 因为他手头上有很多案子等着他去办呢 就告诉老头晚一点会看他的来信 老头似乎还想说什么 可是大卫急匆匆的就走了 凌晨 大卫接到了老头在家里自杀的电话 就急忙赶过来了 老头临死之前 还留给了大卫一个包裹 大卫看到包裹里的相片 于心不忍 就决定帮老头把案子破了 于是大卫就调出了当年的卷宗 原来被害者是一对龙凤胎 托马斯姐弟 这个老头是他们的父亲 老头以前也是一个警察 虽然当年抓到了凶手 而且也判了刑 但是老头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就自己着手调查了起来 没想到却被警局强制退休 此案也就不了了之 大卫一看卷宗就觉得不对劲 首先是为凶手辩护的律师 这个律师名气很大 只为有钱人服务 他为什么会帮一个平民凶手来打官司呢 大卫他们就去找当年的凶手 凶手根本就不配合调查 还说自己已经受到惩罚了 为什么还要纠结此事呢 大卫就问凶手 谋杀罪只判了你五年 而且三年后你就出狱了 这显然不正常 你没有正当职业 但是炒股票赚了不少钱 院子里还有豪车 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 凶手不说话了 大卫的调查重点 其实并不在他身上 只是想知道谁是幕后主使 大卫走后 凶手赶紧打电话给了杰克 告诉了他警察正在重新调查此案 大卫回到警局后 他的助手帮他梳理了一下案情 其中提到了当时 有一个匿名报警电话 打过来求救 大卫就从录音中 锁定了求救者安娜 可是当他们去寻找安娜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就连安娜的家人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过他的家人 向大卫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 说当年的物理老师 凌辱了安娜 这让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他们找到了当年的物理老师 说是安娜主动投怀送报的 还毁了他的名誉 与此同时 杰克也知道 大卫正在寻找安娜 就叫手下的人 全力找到安娜 并杀死他 镜头一转 安娜现在过得很狼狈 他穿着乞丐的衣服 抱着肮脏的袋子 和吸毒的妓女 成为朋友 还经常出现幻觉 整天躲躲藏藏 大卫的助手 找到了更多的线索 他们发现 围绕着当年的校园附近 经常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 而这件事情的共同点 都是发生在星期日 因为学校每个礼拜 只有星期日一天假 还发现了 当年安娜和杰克 在一起谈过恋爱 现在的杰克 已经不是当年的 矛头小子了 成为不折不扣的 亿万富翁 可是从杰克嘴里 也没问出什么来 终究只包不住火 杰克的手下 在给了吸毒女 几包毒品后 他就把安娜的落脚之处 告诉了他们 幸好安娜跑得快 不然就没命了 他又开始了 恍恍惚惚惚的逃命生涯 现在的安娜 谁都不信了 大卫找到她的时候 被她一棍打伤 住进了医院 事件再次回到当年 因为杰克物理成绩不好 害怕挂科 就让安娜去勾引老师 让老师名誉扫地 他们在学校为所欲为 干尽了坏事 大卫醒来后 被上司叫去谈话 高层不让他们 再继续调查下去了 大卫此时哪里会放手不管 该查的还是要查 零零碎碎找着线索 这边 安娜在公共浴室里 偷了衣服 她乔装打扮 勾引了杰克的手下 逼迫他跳楼自杀 她真正要怨恨的是杰克 随后就悄悄潜入 杰克的别墅 严密的保安系统 还有诡计多端的杰克 并不好对付 此时 大卫正带着大批人马 来到杰克家 安娜考虑很久 准备和警方合作 一起铲除杰克 律师却恶人先告状 说安娜长期吸毒 精神不正常 证言不可信 案件再次陷入了两难境地 但是安娜告诉大卫 杰克身边有一个损友 皮特 喜欢在施暴之后 拿走被害人一件物品 做纪念 如果能够找到那些东西 那一定能将他们绳之以法 但是 如今的皮特 是一个赫赫有名的 安保公司老总 单凭大卫几句话 完全拿不到搜查令 于是 大卫决定 潜入皮特的房间 寻找证据 从仆人的口中得知 他有个藏着秘密的房间 大卫虽然拿到了证据 但是自己也身陷灵物 被皮特抓了个正着 醒来时 已经被关在了仓库里 此时 安娜被关在了牢房里 梦到了当年的一幕幕 杰克拿着面罩问他 要不要去托马斯姐弟家 他们来到托马斯家 就对两人拳脚相加 看着杰克和几个损友的兽刑 安娜久久不能缓过神来 他冲出去报警了 就在他离开房间的那一刻 杰克也追了出去 而房间里的托马斯 一把扯下了其中一个人的头套 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姐弟俩遭来了杀身之火 当时安娜已经怀上了杰克的孩子 就在安娜报警后的第四天 杰克找人打掉了安娜肚子里的孩子 这一次失去了孩子 安娜彻底看清了 这个衣冠禽兽的真面目 安娜醒来后 打伤了看守的警察 来到皮特的住处 正好杰克也在 安娜就抓住杰克 把他全身浇了汽油 杰克吓得求饶 大卫就尽力地劝着安娜 此时安娜已经生无可恋了 他恶狠狠地看着杰克 二十年了 他们从来没有放过他 还有他那群禽兽不如的狐朋狗友 安娜最终还是点燃了汽油 和杰克同归于尽了 电影也引射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青少年问题 只提供物质 不在乎心里的家庭是多么可怕的 父母不会问你在学校干了什么 当父母知道孩子犯了大错 他们不是让孩子直接面对错误 而是一味地包庇自己的孩子 这样只会害人害己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蒂 咱们下期再见